沒有好球一壞球 那現在是一二壘上有跑者 短打看看 我選擇拼三壘 一個彈跳safe 哇 現在滿壘了 又作為一個選擇 又是一個 要被對手靠速度上三壘的一個情形 再加上這個球其實是 傳了一彈跳球 對 差點爆頭 覺得選擇要拼三壘 野手選擇 沒有處理好 記錄上是一個2FC 那現在是形成的滿壘了 現在輪到是墨西哥隊有非常好的 大好的分機會 吳恩出局滿壘 碰到了投手前 一二三 有傳本壘再往壘點傳 哎呦 還好 哇 那個補手很倒耶 但是還好一臉手缺手 一二三啊 一二三 對 一臉手缺手把這個球給接補起來了 那變成了雙殺 一下子變兩出局 打出去就知道一二三了 好 那個二壘 這個捕手喔 這個傳一壘如果爆傳的話要掉分了 哎呦 好 喔 要拚 好 那比賽是可以挑戰的 那就看看墨西哥 看起來要挑戰了 那這次比賽的規則呢是七局正規比賽當中的一加一的制度 也就是說假設這一次呢墨西哥挑戰成功的話得一分 然後他還有再一次的挑戰機會 如果失敗的話三出局這局結束 然後就沒有挑戰機會 是 只有唯一的一次了 有成功的話追加一次 對 這就是所謂的一加一的一個制度 那現在決定要挑戰因為他如果挑戰成功的話呢 基本上呢就是得一分了 很接近的一個play 看看短拋 這個球 沒有問題了 有take到 那所以現在裁判呢是先把澳洲隊 看起來是野手先叫回去 那看著要等到這個判決 replay的這個判決結束之後呢 才看是下去還是繼續上去守 看看五銀角有沒有躲過 唉唷 很接近 因為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剛剛那一瞬間好像又沒有接觸到 很接近 對 那剛剛是 又挖地瓜的情況之下呢 三壘上的跑者呢要趁機滑回來 有半決了 潘劫瑜還是out 所以維持原判 如果說以現在的規則來看的話呢 那墨西哥這檔比賽已經沒有挑戰機會了 那四比上半呢墨西哥隊沒有得分 對 耶 明明 2023世界盃U穿巴 棒球賽就看公示家 2023世界盃U穿巴 真正 明明 明明